台北市仁爱鹿巷子内有一间牛肉面店 环境舒适就像是高级饭店一样 这牛肉呢特别选用的是美国健心肉 肉质细腻口感更有嚼劲 汤头则是用蔬菜熬住五个小时 逼出了食材本身的甘甜 而且强调不加任何的化学调味 这么会做牛肉面完全是因为老板热情好客 经常呢就在家里头宴请客人 朋友吃了他的牛肉面 一再游说他开店做生意 现在营业一年多 已经是外交部宴请贵宾指定的牛肉面店 也成为外国朋友认识台湾味的美食之窗 行人来步调优雅 装潢贵气逼人 台北东区小巷里的这间餐厅 灯光美气氛家 客人全是贵妇掏客老行家 材料都很实在 然后它不油不腻 然后这个环境就特别好 我只要有朋友 他们国外回来想吃牛肉面 我都会请到这儿来 这个是五星级牛肉面 这是水晶灯下吃牛肉面 你不觉得吗 像这种装潢卖牛肉面台北市找不到 你没听错 高岛装潢夜店风 卖的是正宗台味牛肉面 让台湾local美食代表 换上时尚外衣 吸引众多粉丝 来着认识舌尖上的台湾 爱吃牛肉面 就觉得台湾的牛肉面 始终好像路边摊那种 在一安市面旁边就有人在等 就希望你快点走开 那种感觉很不错 希望提升牛肉面质感 老板吴赞浩外用内服 双管齐下 用餐环境一流享受 牛肉面的本质也要业界一流 汤头主要是要吃到蔬果的味道 利用四种不同的番茄 然后还有两种的洋葱 食材本身的原味 去带整个汤头的鲜甜度 媲美饭店的宽敞厨厨房里 年轻老板吴奇泽正在准备熬牛肉汤头 四种番茄酸度不同 两种洋葱甜度有差 要熨染汤头的丰富层次 牛大骨汤头汤头的丰富层次 牛大骨它会有一个牛骨的香气 那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们添加的肋排 可以带出肉的甜味 跟一些油脂的甜味香味 把整个那个汤头的香味更突出来 洋葱 番茄 萝卜 蒜头 青葱 要熬出自然的蔬果甘甜 自家调配的中药卤包 加上米酒 去腥增添气质 大火滚煮后还是烹煮三到四小时 大火的话那个汤头就会灼掉 健心肉是它的油 它的肉跟筋的分布比 健脂肉再来得更均匀一点 每一口都咬得到肉 每一口都咬得到筋 等到大火蔬菜汤熬煮超过两小时 汆烫过的美国健心肉 就可以下锅泡汤 让汤的甘甜渗透到牛肉里 煮到个程度之后 然后是它软硬度 之后我们用泡的方式 让那个加咸味下去泡 泡完之后 让那个咸味直接用高压的 渗入到肉质里面 让肉质会更软嫩 煮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 但是最后工序的部分 完成大概要三个小时 用闷的方式 年轻有耐心 三十出头的吴奇泽 牛肉面手艺让涛客 嘖嘖春奇 功力全来自父亲三十年的 三绝加持 三绝是我父亲三四十年来 一个烹饪的经验 最新鲜的食材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我们用心下去煮 煮所有的东西都是燕 念的是建筑 做土木叶七八年 台壁前途一片看好 不过也是父亲的缘故 孝顺的吴奇泽辞职回家 跟着父亲学习厨艺 参加牛肉面节比赛 和众多高手观摩交流 最终练得一身好功夫 爸爸他二三十年来 就想要开一个 不一样的牛肉面店 所以我们就帮他一起圆磨 厨房另一头 七十岁的老板吴赞浩 正在做另一道招牌 红糟羊肉 自己用红麴糯米蒸制的红糟 和没有腥味的烟割羊 炒得香气四溢 酒香味 有酒香的 但健康的 包括中国大陆 福州人 没有人做得过我的红糟羊肉 真的假的 对呀 我煮菜很有吃心 出身福州第一大家族 懂得穿衣吃饭是家学渊源 从小在厨房里 跟着母亲忙进忙出 吴赞浩也练得一身好厨艺 室内设计公司大老板 四十九岁早早退休 环游世界二十年 吴赞浩吃遍了世界各国美食 台湾味还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退休后除了出国旅游吃美食 就是在家招待朋友 也催生了把台湾美食精致化 提升品味质感的念头 台湾味精致化 除了牛肉面讲究食材 注重原味 还包括一般面摊常见的牛肚豆干小菜 细腻摆盘换上高档形象 吴赞浩推荐客人搭配红酒 说完全不输法国的鹅肝小菜 温烧两小时后 红糟羊肉Q弹细致香而不骚 牛健鲜软而不烂清甜入味 厚切1.5公分口感大满足 针锋吃醋抢功掏客心头最爱 羊肉面线 还没有羊烧味 对然后它的肉 它的肉真的是入口气化 而且带皮非常好吃 而且不舒服它的牛肉面 我一个礼拜几乎来个一次到两阵 每个礼拜三我一定来 因为它有红酒 牛肉面配红酒搭吗 太棒了 少一样都感觉上都会觉得蛮遗憾的 这样吃我觉得很棒 外交部请外地也在我们这边 还有大陆的那些像湖南省长 很多省长级的都在我们这边用餐 高档路线的牛肉面价格高而不贵 顾客觉得超值 把吃牛肉面的文化带到风雅的作息当中 再航安来成为台湾美食的对外门户 而吴家父子还有另一个目标 计划到国外开分店 要超越日本高档拉面的深度和细腻 我们希望同业在一起努力 能够把台湾牛肉面带到国际化 而且超过日本拉面的国际水平 吴家父子的五星级牛肉面制作有三绝 端牛肉面当台湾精品 赚钱路数也很绝 我也知道 对我的 身边里面也会继续 忘了 我觉得